一大早的江北市民活动中心好热闹 挤满了要来领取专用垃圾袋的礼民 汐止区江北里除了成立黄金支收站 做资源回收再利用之外 这一天则是举办了省水节电的宣导 希望能够持续的推广环保概念 今天是办那个宣导活动 省水省电 也很感谢公所跟医院他们的帮忙 争取了这个垃圾袋 每一副都发放一个垃圾袋 给他们 给长辈 给他们 乡亲他们有使用 五公斤的也带 每一副 有两千两千七百多户 每一副都有 今天来到我们江北市民活动中心 参加我们节水节电的一个宣导 那在这边也是要呼吁大家 那平时就做好相关的一个节约动作 那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永续下去 那今天也很谢谢我们在场 一些制衣工伙伴的一个帮忙和协助 来我们发放一些垃圾袋 那大家也都仅能有序的来做排队 来做森林 那再次谢谢我们里内的志工 对我们环境的一个维护 举办环保宣导 并且送里内每一户都有一包专用垃圾袋 事前先发送的通知单 全里分为两天领取 只见一大早就有好多的民众 到活动中心排队领取 当天西指区长林庆峰也到场关心 肯定江北里对环保的用心 里面也很开心的配合 有啊我就拖到同时单就来领了 对 你觉得这个活动好吗 很好啊就是给大家福利嘛这样子 一早就爆满了啦 今天宣导要做的那个座位 都一直摆得满满的都做 空无虚座 非常的踊跃 这次活动准备了2800份的 专用垃圾袋 全里发送每一户都有 让里面想好康也做环保宣导 一举两得 这层慧玲西指采访报道 大家宣优要做环保宣导的